这玩意是飘了吧 只听见保安凶狠地喊着 让开让谈 而他脸上也没有像综艺中的亲和力 反而相当严肃 没有和围观的粉丝打招呼 一些高人气明星出现在公共场合 确实很容易被粉丝们围追赌集 像是求千名合影的情况时常会发生 工作人员也无可奈何 不过仅仅从视频来看 市场人员并不多 也没有情绪激动的粉丝 那么宽的路不够走吗 原音鹏随行的工作人员 却大声斥责让粉丝让开 让众人听了内心感到不舒服 不免让人质疑太高调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全国各地还处于疫情防护阶段 原来在市场这种人流密集的场合 是一定要佩戴口罩的 但原音鹏和工作人员 基本都没有戴口罩 这条视频已经发布 也引来众多网友的不满 纷纷留言评论为什么要让 还有不少网友指责原音鹏飘了 更是有人批评他不戴口罩 实际公众人物太不见点 评论里少了平日里的好评 基本都是反对的声音 不免让人质疑 这是开始耍大牌了吗 如今名气越来越大 就不知道自己姓啥叫啥了 凭线而论 原音鹏此前不论是在相声舞台 影视作品还是在综艺里 表现得都很平易近人 性格随和 也没有什么明星架子 私下里 约约鹏真的会耍大牌吗 难道之前都是他打造出来的人设 这样说月月的人 你是不知道他私下是如何对粉丝的 全网开直播 关闭打赏功能 除了刘德华就是月云鹏了 小月月在直播间非常诚恳的和网友们聊天 不要他们的打赏 让粉丝将这个钱留着自己花 称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这样暖心的话让粉丝很感动 月云鹏的接地气再次赢得了粉丝们的称赞 可小月月这个善举却惹来娱乐圈同行们的怒怼 尤其是赵本山徒弟蔡维利 一点不留情面的直接开马 都是跑江湖的 你装什么情报 众所周知 赵家班现在仿佛一盘散杀 大部分徒弟们都在互联网上 搞直播并不断蹭热度 也没干什么正事 面对月云鹏关闭直播打赏这个行为 直接给赵本山徒弟们造成威胁 于是蔡维利表态 又说都是郭德纲的安排 月云鹏直播背后肯定有节目组支持 他随便在直播间里打个广告 就比本山传媒的徒弟几个月收入还高 蔡维利很明显在暗讽月云鹏是假情高 嘴上说是为观众着想 其实他不开打赏是因为不需要 也是在立人设感觉月云鹏好像格局很大的样子 其实心里想到的还是要赚钱 如果真的不想粉丝花钱 有本人说相声就别收门票 而蔡维利自己是靠直播打赏生活的 如果关闭此功能就要喝西北风 杨树林更是直言 给我钱我也能关 从他们的发言中就能看出谁有格局 小爷爷不仅直播官打赏 在平日里的行为也能体现出他的教养 即使在全国走红 他依旧是那个接地气的月云鹏 甚至等待时间过程的粉丝 还会让月云鹏产生歉意 总要给对方一点回报 当小爷爷参加综艺时 总是能碰到激动的忠实粉丝 尤其是阿姨们 看到小爷爷就异常激动 阿姨迫不及待地想请小爷爷吃饭 不得不说 小爷爷的人缘是真好 专门劝阿姨粉 安把老师 你们千万别这样拍出来 大家都以为我这多打盘一样 没事 大家都是朋友 因为月云鹏陷入金比较火 所以出行都是由保安保护 对于这种行为 小爷爷非常不习惯 你认识我吗 可以可以 你认识我吗 不好意思 你肯定不认识我 我是王于清的哥哥 我叫南方 月云鹏参加婚礼 有粉丝认出来他 在谈话中 月云鹏一个起身 加一个眼镯 敬献自己的良好教养 自己吃的穿的不好 没关系 只要家里人需要钱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 那几个姐姐还有弟弟 他们花的钱 他们都 谁花钱都给 月云鹏的种种行为 都在给自己证明 那根本就不会耍大牌 这样一个亲民 而又知道感恩的人 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 大家怎么看见月云鹏 欢迎留言评论 江山富老农中我 点个小赞让我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